大批社区今年参加南投县社区评鉴 绩效组别 在评鉴委员到场时 志工率领社区长者透过迎并舞的方式 欢迎立临的评鉴委员 现场嘉宾云集 相应员曾正妍 赖燕雪也请自到场关心 经过这次的社区评鉴 我们希望我们裁员 能够增加我们的裁员收入 我们社区产业有曝光率比较高 这样子增加我们的裁员制止 我们能够采演自主 大批小窟这边它其实本来 由林到有全部都是 我们社区地方还有县政府这边 一步一脚印大家互相协助 一起向前迈进 才有办法有今天的这个成绩 那希望未来社区这边都可以在 更加的进步 更加的繁荣 那我们南投县政府也会不断的 跟社区这边在一起协力合作 相应员奈雪表示 大批社区在理事长的带领之下成果良好 在农产业方面就有平台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社区的努力之下 产业也更加推广 感觉我们大批社区是一个潜力股的社区 在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这年来成果能够非常好 我们在农产业也做一个平台的呈现 尤其我们社区正是我们的林警 我们的金庄 尤其是我们的民 在生产的时候都公不应求 在社区的努力之下 我们的社区也走出去了 是大人感觉很快乐 走出我们的方法来参务 健康运动健康促进 尊严的老化 达到我们社区共荣的一个目标 这也演出登记以来 提供中心的这个项目 我们坚加希望 三十四里都有向荣西据点 来照顾我们的社团人 让他们能够快乐安老 实际上有后顾之余拼书役 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我们当这个来努力 仙云真正言指出 大卫社区近几年来发展迅速 展现许多成果 尤其社区的巡守队 环保志工非常用心 定期打扫 让周遭环境更加美化干净 我们的政理事长就非常用心 我们变成我们的地方都很好 协议团阅 也有我们这个志工 有我们大臂的巡守队 有差不多三十个左右 还有我们的环保志工也三十几个 给我们的中国的 我们这个做大臂 做到真正清潔 我们都在每 每周六十时 早上都在这六点外 就少到八点 把我们的环境做到真正顺势 我们的这个所望相对 这也真正用心 这都没什么时间 晚上时间 对我们这个 十点不过 过到一两点 这也真正用心 搭配社区相当用心 参加社区评件活动 并且逐年都有明显的成长与进步 让幸福社劳处 及评件委员们都感到相当肯定 并且看好社区的福利化发展 业务员们也期许 在这次评件当中 搭配社区能够荣获家鸡 记得终于南投台方报道